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有關於這個電子郵件 像我們剛有跟老師稍微提過一下 就是說現在其實因為肉質性很多 再來像老師用學校的用這個Yahoo的 你有沒有發現都只要知道帳號密碼就可以進去了 是嗎?沒錯 那帳號我一定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要寫信給你 我只要你的帳號 所以只剩下拆密碼 那有的密碼要做得很簡單 這樣是不是很危險 所以說現在Outlook也好 甚至是最近推出來的微軟推出來叫outlook.com outlook.com它就是整合MSN以前的Harmail 因為outlook.com的部分它為了要跟未來的Windows 8整合 所以還加上Skype找一個網路上的空間 還有你的聯絡人 形勢力 事實上它的功能就是Gmail的功能 就是Google的功能 它現在等於說要為了它之後的這個作業系統 先推出整合 所以我們還看就是說今天你如果老師用的是Gmail 那麼我先問一下老師都有Gmail對不對 有嗎 有嗎 Google的 有沒有 有的沒有 有的有 那有沒有Harmail的信箱 就是以前那個MSN的 比如那個MSN 你申請過網路上帳號的 好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因為為什麼 因為等下老師可以申請一個之後 因為我們 為什麼要跟各位老師介紹這個 因為用Gmail 用Harmail 他們都可以幫忙什麼 收你別的信箱 假設老師就有三個信箱 請問你平常都怎麼樣檢查你的信箱內容 去學校搜一個 去亞補搜一個 然後又去哪裡 又來來誰誰 又搜一個回來 連Facebook都有有沒有 Facebook也有1Mail 請問你 你每天幫我搜來搜去 搜多一個要搜多久 對吧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比較好機制 我只要送你一個信箱 就當我所有有相關的信箱 就搜進來 這樣是比較方便 所以呢 事實上如果您看我的這個信箱的話 我的信箱在這裡 那我本身我就有去收好多個 我來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來這裡 事實上我雖然這邊有一個信箱 可是實際上呢 我去收了很多的其他的信件 我總共收了這些信件 這樣您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只有一個信箱 可是我進到這個信箱 我所有的信我都收回來都看完了 是不是這樣子比較有效率一點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你要過濾什麼 垃圾性的效果很好 所以真的我大概差不多 一個禮拜 大概看一兩張垃圾性而已 怎麼樣 沒有垃圾性的生活 也蠻不錯的啊 各位 因為現在垃圾性真的很多 所以您可以試看看 待會您可以到這個Gmail 您可以到這個Google的首頁 Google首頁呢 您找到這個Gmail 您點進去之後它會有一個申請 我先把這邊先登出好了 您進來之後呢 就到這邊 來見密帳戶 基本上這個其實不會太難 那麼 建立各位可以的話 因為我們待會 會建立各位就是說 可以通過兩階段認證 什麼叫兩階段認證 我們剛剛有沒有提過是 哪是現在要知道 你要知道很簡單 帳號密碼就好了 可是呢 你要知道 我的帳號密碼 事實上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我多了手機認證 也就是說 我要登錄的時候 它會藏一個簡訊給你 哪是沒有在軟路上購物過 或者是一些網站 它說很多都是 你有購物或者是沙卡 是不是都藏一個簡訊給你 確認說 上面那個號碼 是對的 表示說你本人嘛 另外連這四個都有 所以現在雲章之後 所有的資料非常重要 你如果是保護好 真的很危險 人家會有人肉搜索 有沒有 嗯 我有去搜索過蕭老師 嗯 我就打到他的生日 E-mail 還有他以前做那個 貴妹妹的那件事情 哈哈哈哈 2008年嗎 第二開的時候 還是第三開 對啊 你看 所以 你就知道說 這個軟路上資料很可怕 所以我們請老師先進來 如果您有的 就直接申入 沒有的 先申請一個 好不好 請這個區埋放在過程中 大概這個是最不容易看懂的 所以如果您真的看不懂 就要重新整理 越整理大部分會越來越簡單 那兩個字中間記得要空一個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已經下去幫大家做好所有兩階段的驗證 那麼我這邊我先讓我這一個 如果您之前之前比較早期申請的時候 他沒有要你做兩階段驗證 那沒有關係 您就傳這邊來 右上角進來這個右上角 這個是我的帳號設定對不對 從這邊點進來之後 您就可以找到左小邊這裡 會有一個叫做安全性 我把叫邊拿出來一下 我把安全性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您看兩階段的驗證 預設是關閉的 您就可以從這邊打開 那當然密碼你要改變就從這裡 這邊還有一個帳戶救援的選項 等一下你再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您就按開始設定 那他就會幫您打您的這個簡訊就送到這裡來 所以有驗證這個表示就開啟了 那開啟之後 因為大概每個老師都有看過這個畫面了對不對 所以你有兩階段驗證 最主要是要驗證什麼 裝置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散網的裝置 大概你的電腦啊 平板啊 智慧型手機啊對不對 到底這個人是你 只有剛剛密碼我們有辦法確認知你 這個裝置必須要經過你認可 所以如果你有通過認證之後 它就可以 你就可以安心的使用 那如果你不信任那個裝置 那你每次登錄的時候 它就會再傳一封簡訊給你 這樣就會變得比較安全 像Facebook也有一樣的機制 那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是我們在這邊呢 第一個跟大家介紹到這個行動認證 那密碼就我們的部分就是 什麼時候要用 裝置密碼是一種對不對 還有一種 手機掉了 有沒有可能手機掉了 有啊 掉了這樣捲起來就好 但是外面是比我們捲走就不好吧 所以呢 您看一下這邊 還有我們剛才有看到這個 就是在這裡 把它Lock一下 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帳戶的救援 救援選項 一樣的安全性 你從這邊進來 那因為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它會要求你再打一次帳號密碼 確認你的身份之後 你看喔 手機有沒有 Email Email也可以啊 比如說它打你的忘記密碼 就傳送到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傳這邊 像我這裡就有我的 如果不夠的 你可以去用備援的 好 另外呢 密碼的部分呢 一樣 密碼 因為忘記密碼也可以提示的 以前很多人這裡都亂打 對不對 什麼第一個 以前什麼 第一個小學老師是誰 什麼 他預算問題都不是我們想要的問題 那這個呢 你可以自己去編輯他 這樣了解吧 然後可以給他一個適當的提示 那這樣的話 就 忘記密碼就有幾個選項 那麼如果今天 你的這個手機有沒有 這個那種 使用那個的話 它還有另外一個 在這邊 還有一個就是 這裡 社群應用層次和網站 我們可以編輯一下 你看這裡 我這裡已經有好幾個對不對 這個有好幾個 這個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專制 你看 你的專制呢 像 有些啦 比如說你用的那個 因為可能老師用的比較少 像我有用一些那個 軟體的部分 他需要存取我的 Google帳號的資料 那 這裡就是有時候 應用層次專用的 也就是說 今天 我們剛剛講的是專制 那麼 應用層次呢 你要授權 他就交我的資料 好那 如果說 比如說我在Office 因為我現在沒有軟階段認證 假如你是Office 你按一下 他要產這個密碼 那麼 那個應用層次要存取你的資料 之後 他就要打入這個密碼 才可以用 當然這只有一次的動作 好一次的動作 在Google這邊 大家比較少用大 但是 我問一下老師 有沒有用過Facebook 有 有沒有 只有蕭老師 有問嗎 你如果用Facebook的話 上面有沒有很多遊戲 叫做應用程式 他就會問你 要不要授權 沒有 很多人都管他了 就授權 結果你的親朋好友 他們都會收到很多遊戲的射信 很討論 比如說怎麼 他會邀請你 要用他的名義去發 邀請你來玩 幹嘛 所以其實很拿大 我想這個部分 我用Facebook來跟各位附上 應該 老師會 比較心有趣趣 尤其是你有在用的 所以 我想你先 針對 Gmail的部分 你先 這個申請好了之後 如果 您想要 把這個Gmail的部分 收您學校的信件 或者 海面的信件 甚至 iLook的 就是 你選的 也可以收 但是只有一個不能收 那是哪一家 你知道嗎 雅虎 這就是雅虎 但是我的可以收 因為早年我們偷跑可以 現在雅虎已經把這個贈補起來了 以前去雅虎的帳號裡面 只要填不是台灣就好了 是美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服務在美國是免費的 在台灣 如果你要能夠收可以 先加一千兩百塊來 但是那是一年 每年都要收一千兩百塊 因為現在你才不會跑掉 所以他很老奸 在台灣這邊要付費的 所以 你現在呢 會沒辦法收 就是用免費的 我想你在台灣用付費的雅虎 應該人不多 您到這邊來 您記得你的Gmail 在這裡有一個設定 有沒有 設定 好 這裡就有一個叫做 收件夾 應該是 收件夾 我看一下 不是 帳戶這裡 您可以找到這邊 你看 帳戶裡面 這裡有一個 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新增你的POP單 POP單 就是負責收信的 好 負責收信的 所以你從這邊 點進去 你就可以把你比如說 學校的信箱把它打進去 把帳號密碼 那 打來就可以馬上收了 沒有 沒有 那這樣我就知道你的帳號密碼 我就順便幫你收一下就好 對不對 所以他還會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 他會寄送信 到你的這個信箱 假設有這個信箱 有沒有 那他寄送信過去說 你是不是要授權 允許授權之後 我的Gmail 可以來收你的信 這樣了解意思吧 不然我不要知道你的 郵件地址就好 我就會幫你收 但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你按了好之後 不要按下一步 那他就會 問你說你的密碼是多少 好 那研究上這個才能幫你自動填 等一段沒有問題 你就下一步 新增完了 然後他就寄一封信在那個信箱去 等到你確認完之後 這個信才可以收回來 這樣你了解嗎 好 那我就把他們環主老師 我想這個部分環主老師 實用看看 你會發現說 透過Gmail 當我們把這個信箱過路掉之後 您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如果各位有收到不談的信的話 你可以看像我這邊 有沒有 我現在是有不同的標籤 對不對 這裡看得到 有沒有發現我拿一個信箱收回來 會有我的 是要做什麼 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有啊 所以呢 你可以傳這邊 事實上我生很多信 你傳這邊 如果老師覺得 一開始預算那個是最黑的不好看 你可以來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 三角形這個點一下 你可以指定顏色 那 除了這個以外 比如說你有看到我是屬工作的 還是文章 有沒有 你也可以自己自訂標籤 什麼叫自訂標籤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標籤 你可以自己來 你看 像在這邊 有沒有建立信標籤 你就可以自己建立一個 這樣的話 你就算得比較清楚了 因為有些時候 重要的我再看 對不對 不重要的我以後再處理 那 當然老師有發現 收到收信的時候 突然發現好像大部分都是垃圾信 就是把學校的收進了之後 它能都是垃圾 所以萬尼如果你有 因為這邊沒有 我彈這邊 如果萬尼你看我的垃圾信 有1300多公 絕大多數都是這個 沒有發現全部都是垃圾 萬尼有一個 你發現這個是我要的 你不要幫我隨便丟掉 那麼你就來這邊勾起來 但是它追垃圾信 下次它就勾進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事實上還蠻聰明的 就是大多數的 它都可以過濾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一般 事實上隨便我在我的信息很少看到垃圾信 這個是 我想我們用這個 Gmail的方式 讓各位收回來 當然如果各位老師想要用那個 這個答案 事實上也是一樣 雷桶的 所以這邊我就先暫時不介紹 我們就先看這個 等一下我們就先看Facebook這邊 好不好